首先是因为病人并不是平常的状态 可以很好地让我们像平常在手术房一样 就是进行标准的劫持动作外科 但是尤其病人的据现场的王医师描述 这病人是等于是头上脚下被埋在一堆瓦砾一堆里面 所以他等于四肢是困在那边 他变成要拉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四肢都困在瓦砾一堆 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做很好的 直血带的控制肢体的流血 所以要做节制其实根本在现场非常困难 尤其这是一个局限空间 那再来的话 节制的话在我们一个瓦砾堆地震的现场 导大现场的话 并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 然后有很多的粉尘 也会造成这些伤口的困难处理 所以其实再加上我们并不是像在 我们标准的医院外科少数是那样 有所有的器械 然后我们急诊医师在现场紧急的 进行这样子的节制手术也是为了保护 并没有办法像平常这样子外科手术做的那样 就是把伤口尽算尽美的控制好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结果在当下 只是希望尽量还是要保全他的身份 这种情况应该是在左膝下 然后有节制的一个情形这样子 最困难的一个状况当然因为当地气候非常的寒冷 就我们回报的一个状况当地在夜间大概是 就是一个零下的状况甚至体感温度都到零下负气度 这是我们在操作上面因为这么寒冷的一个环境 包含机具包含我们人员的一个敏感度 都会受到一些效率上面一些降低 那另外还有包含建筑物 那么建筑物的倒塌几乎都是一个所谓呈现煎饼式火力堆一个状况 所以就造成现场我们没有办法有有效的一个安全空间 还有必须进入到局限空间去做救援 这是我目前在整个救援里面会遇到比较严峻的不及型 感谢观看